寶寶師講報唄 那今天呢為大家來示範一道 非常非常好吃的避風糖炒蝦 今天呢寶寶師啊來教大家做蒜酥 準備我們的蒜頭把它切成碎碎的 還是要有顆粒冷油把它倒下去 開火把它拉一拉 一定要用冷油 如果用熱油呢放下去它很容易就苦掉 而且會焦化 為什麼要不斷的去攪呢 因為我們沒有用很多的油 油溫大概是140度到150度之間 7分鐘左右 香又不苦的蒜酥啊 你千萬不要等到泡泡沒有 把它撈起來看有這種金黃色 就把它濾起來 可以炒青菜的時候啦或者是拌麵啊 都可以用到因為它就變成是蒜油 我們準備了是炒蝦 然後稍微醃一下魚酒 然後白胡椒 然後鹽吧 把它稍微抓醃一下 來我們現在準備一鍋的油 油溫要控制在180度左右 在醃漬的同時 希望你把這個蝦子的水分 稍微把它吸乾 再去做薄薄的一個醃漬 倒下去的時候最好是沒有碎 你可以放一點點一般的麵粉 稍微吸一下就這樣 對比較不會爆啊 螃蟹也是一樣的處理 是 鍋蓋呢就把它蓋上去 上鍋蓋是最安全的 放下去你不要馬上去攪動它 大概是過了10秒再去把它翻動 這蝦子有新鮮很會買喔 當然囉 安娜你怎麼那麼厲害啊 開玩笑先試試炸了這麼久 幹的我這麼久 這不能剪進去 我偏要剪 我偏不給你剪 現在呢 這個要炸多久 180度啊 大概是炸1分鐘到1分半鐘 你要讓它殼呢 有一點酥化 因為我們有用麵粉去保護它 你的肉質也可以讓它比較保水滑嫩 我們現在就要把它夾起來 接下來就要大火快炒囉 然後這有一點油 這有香油 薑末 辣椒兒 我們一定要把這個薑的香氣 還有辣椒的香氣啊 把它炒出來 加一點醬油來調味 接下來我們的蒜酥 蝦子 然後豆酥 然後這個是白胡椒粉 鹽吧 蔥花兒 像這樣子 炒得乾乾的 這樣就完成了 那避風糖呢 最主要它的精神在蒜酥跟豆酥 其實蒜酥呢 自己炸 再用它的油來炸我們的蝦子啊 整體的味道更能夠融合 你可以用軟殼蟹、螃蟹 或者是蝦子 來做這個避風糖啊 它的味道是非常棒 整體看沒有很油膩 那你這樣豆酥 一定要滿滿的像做山 這樣子請客呢 就會打起 做一個好料理 給你的朋友 給你的家人 嘗試看看 我們這一道避風糖炒蝦 今天就欠給大家囉 那大家試做看看 我們下禮拜再見 掰掰 掰掰 下禮拜 這個部分 有 有 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